中共內鬥信號通過不同途徑傳遞出來 除了王岐山與習近平最近似乎矛盾爆發之外 《紐約時報》突然在4月26日發表題為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文章》 爆紅二代對習近平的不滿 用海外媒體放風,再出口轉內銷 這是中共用來處理棄手政治問題常用的手法 因此《紐約時報》這篇報導背後的意涵 被認為超出文章本身 這篇報導折選自該報奧大利亞分社編輯 培約斯的新書《北京分社》 被折選的片段記錄了陳毅之子陳小魯 與培約斯的幾次會面交談 書中寫道,在我們頭幾次一起吃午餐時 陳小魯比較小心謹慎 但我可以感覺到他對習近平有所保留 小魯暗示習近平的第一個重大舉措 在黨內官員當中開展全面的反腐運動 實際上是政治上的清洗 這令官員對做決定感到恐懼 官僚們彼此害怕 他還對9號文件發表了負面評論 9號文件是習近平上台後無來發佈的 9號文件是習近平發出的 自由派人士將面臨暴風驟遇的早期信號 它顯示了習近平執行威權統治的決心 小魯似乎心感失望 這幾次會面之後的一段時間 是習近平逐步在國內建立威權統治 在國際間與美國佔行佔遠的過程 作者說 陳小魯曾指出 反西方情緒在中國媒體中無處不在 北京和華府的趨勢是紛崩離截 而習近平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改變這一狀況 在習近平鞏固權位的同時 多個中共不同派系權貴的白手套遭遇打擊 這個其中就包括安邦集團 因為在安邦擔任顧問 陳小魯受到牽連 作者說 從2017年開始 安邦和小魯的情況開始惡化 在2018年 吳小輝被判18年有期徒刑 同年3月陳小魯去世 具體情況不明 朋友說 隨著安邦受到政府 實際上是共產黨高層的調查 小魯在上海被軟禁 幾個月之後 他被允許離開寒冷的上海 在溫暖的海南島上短暫停留 在那裡 他心臟病發作了 當地醫院未能成功施救 朋友說 71歲的他直到前一年一直身體健康 他們認為對安邦進行調查的壓力害了他 短短幾段文字背後 是習近平集權過程中和其他紅色家族間積累的巨大矛盾 在習近平籌劃突破中共瓜分權利的既有規則 在中共二十大連任前夕 這篇文章被發表出來 傳遞出紅二代指責習近平 及對其政策心感不安且不滿的信號 類似的分裂信號也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 王岐山日前響博俄亞洲論壇開幕式上 看此戰戰兢兢的為習近平報幕 就被指反映習王關係破裂 接著王岐山在4月24日 借與政治鉗克基辛格會談的機會重提乒乓外交 釋放緩和中美關係的信號 多維新聞還特別發文猜測 這個會不會意味著北京重啟王岐山路線呢? 但是僅兩天之後 官媒新華社即通報 王岐山昔日大秘書董宏 被中共最高檢以涉嫌受繪罪作出逮捕決定 觀察人士認為 這個與習近平突然到海南並考察港西一樣 都有威嚇王岐山的意味 中美關係由習近平定調 平時世界然猶在意 重啟王岐山路線當然不可行 北京與華府的關係 以及就此衍生的與西方世界的關係 正成為中共內部派系爭鬥的焦點之一 前述《紐約時報》的文章中 陳小魯對習近平的評價 除了涉及反腐之外 也重點提到中美關係 多謝您收睇今次的時局新聞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點讚和留言 再見